走 叶生 什么情况啊 叫他事务 迅速准备手术 快 小枫 你也进来 叶生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真的吗 真的 走吧 小枫 叶生 怎么样 车祸打出血 抢救不孝 父亲已经说谎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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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k 你脸色怎么这么长 我去给你倒热水 等我 又碰见紧急病人了 一夜没睡 不好意思 我今天 情绪不太好 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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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哭上了 出什么事了 小枫 你今天还是请假吧 休息一天 我没事 我就是有点太累了 谢谢你们的早餐 等我休息的时候 再请你们吃饭吧 算了 你有休息的时间 不如多睡几个小时靠谱 你们两个最近 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装他一个比一个差 那个 他最近怎么样 不太好啊 他那个项目一直没有 没有找到人投资 不对啊 前一阵不是说 拉到投资了吗 那个公司 那公司老板是 欧阳秦雪他舅舅 所以翁之翼 不再久啊 多好的机会啊 那可不是 欧阳秦雪吧 虽然说长得没有我好看 但是他也不差 对吧 你看看 主要问题是 能少奋斗十几年呢 我大概帮他粗略算了一下 他至少损失了 好几个亿 是吗 那肯定有了 好一个为爱不顾一切的 真结烈男呢 我也挺心疼他的 他最近啊 为了这个项目太平了 胃病都犯了 胃病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严重吗 他 他去医院了没 你担心他啊 我就是随便问问 职业病 你放心了 我已经催他去医院看过了 哪个医院来着 好像 就这个医院 你不在这儿实习吗 你有时间去消耗那科问一下 还是算了吧 今天谢了 我要回去值班了 行了 你先回去吧 去吧 你先回去吧 谢了 拜拜 拜拜 进来 陈医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 一个叫苏沐云病人的情况 苏沐云 好像有这么一个人 我印象挺深刻的 又高又帅的 他是你 你是他什么人哪 他 他是我 是你男朋友吧 现在的年轻人啊 工作起来连命都不要 你要好好对他哦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那他的病怎么样了 帮你查一下 别急 这儿 好 你 立马滚到沙发上 躺好 哦 好 给我滚回去 我不要再对着情子 怀疑另一个自己 给你最美好的自己 我必想想中更爱你 不怕爱要多少放弃 总是 柔已经把你炖烂了 让你好消化点 这才创业几天啊 就把自己搞成这样 你啊 真行啊你 你吃慢点 就是因为你这样胃才不行 啰嗦 别人想听 我还不想说呢 我就求你这么啰嗦 我听给你看病的陈医生说 你的胃要是再不注意的话 就会胃溃疡 我帮你调好闹钟 记得按时吃药 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大夫看到我 关心我 我 我掐指算的 不行啊 昨晚 有个病人 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 都救不回来 所以啊 身体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知道吗 你 还好吗 这种事 为什么不联系我 谁让你跟我冷战呢 都怪你 以后好好吃饭 不沦发脾气 别生气了 好不好 好 我就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勉强地原谅你 我先回去了 薯片我拿走 你现在这个胃也吃不了 别浪费 吃火 知恩图报懂吗 还有 这本来就是我买的 锅里还有粥 记得明天吃 不用你送 谁送你 木棍门 我就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饶你挑小命 苏木云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相信 你一定会战胜的 怀婷 你是最棒的 臭兔子 就是不一样